K.K.BOX 哈囉 我是Teddy 我是宇宙 歡迎收看本週的 K.K.BOX 華語新歌作榜 是的 本週的第十名是 張簡鈞瑋的《不小心》 這首歌你其實聽著聽著 會覺得有那麼一點點的熟悉 因為它其實是 Hippie 愛著愛著就永遠的 Demo版 那張簡鈞瑋這個人 非常的厲害 如果你喜歡聽 華語流行音樂的話 你一定聽過這個人的名字 對 像他還做過田復甄的 還是要幸福跟花花世界 沒錯 所以他這次親自的現唱 好不好 我們相信他一定會帶來 非常不一樣的唱風 好的 接下來第九名 兄弟本色的搞渣 先恭喜兄弟本色搞渣 進榜三週 那雖然兄弟本色要解散 但之後6月4號的 HITTO流行音樂獎 他們還是會帶來 最嘻哈最熱鬧的表演 三位本色的名字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看得到 我看得出來 我們要及時的收看那場聖典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是 第八名 Jason Chen的飄向北方 說到Jason Chen他其實非常的厲害 他是YouTube的網路翻唱紅人喔 我知道 因為他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在FB上面常常會看到 有人轉發他的影片 對 他的YouTube的訂閱人數 是破百萬 百萬人次的那種訂閱人數 是太多了吧 非常的強 他這次也翻唱就是 黃明志還有王力宏的飄向北方 嗯 這首歌因為之前也有禁榜過 這次他翻唱又讓這首歌 進入我們的花語新歌走往 非常的厲害 如果還沒有聽過 可以去聽聽看他 這次就是翻唱出不一樣的感覺 接下來第七名 第五名兄弟本色的鐵皮屋 第四名兄弟本色的尤瑞 我覺得這首歌非常的厲害 他持續的就是一直在我們的榜上 而且他還晉升兩個名次 我後來在想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前幾天去KTV唱歌 我就 兄弟本色的尤瑞終於出來了 我就去點 超難唱耶 超難唱 尤瑞真的不好唱 真的很難唱 等一下為什麼你唱歌沒有揪我 好 沒有 那是另外一個局 下次再揪你 因為我怕被拍啊 好 OK 沒有關係 好了 然後我就 我就 非常的就是不甘願 我就回去就狂點油了 再繼續聽 所以這兩個名次的上升 我相信大家應該 都跟我有差不多的做法 就是覺得很難唱又回去聽這樣子 有可能喔 OK 接下來我們要帶來一點點 不一樣的 不一樣特別的戲劇 沒錯 今天來了一點特別的 對 因為畢竟就是 大家看我們兩個爆榜 可能也有一點看膩了啦 對 我覺得其實 其實今天這種做法蠻好的 蠻好的 蠻好就是讓我們可以就是 少爆就是第三名 第三名這樣子 對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今天的 爆榜嘉賓 曾沛慈 大家好 我是特別的師姐 曾沛慈 也是宇宙的師 好 我正經一點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爆榜直升 我的名字叫做 我的名字叫做什麼 曾沛慈 曾沛慈 接下來要由我這麼溫柔可人的聲音 來揭曉第三名 知道是什麼歌嗎 就是黃明志的 趴 趴 趴 知道他是誰嗎 他今年又入圍了金曲獎 最佳男演唱 你真的是太忙了 寫歌寫得那麼好 MV拍得那麼有創意 然後呢 而且他是馬來西亞的創作歌手 大家對他的作品一定非常的不陌生 因為我們自己 年輕人們 我也是年輕人 我們其實對他的作品都覺得很有趣 因為他會玩很多的創意 那這首歌啪啪啪寫的是 前男友對前女友 發表他的心聲的一首歌曲 整首歌的內容有走在尺度的邊緣 我們都滿十八歲了 所以我們看沒有關係 但是沒有滿十八歲的小朋友們 眼睛可以閉上去睡覺了 好 接下來當然就是第二名囉 就是聖傑時的安利 那 先別說這些了 想問一個很無聊 聽過安利嗎 有聽過嗎 你知道安利是歌名嗎 我知道 你們都知道 我們是TABOSS的暴動主持人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YouTuber 他即將會在六月正式發行他的EP 搶先推出的單曲安利 哇塞 一上榜就到第二名 你叫我們要怎麼活 哈哈哈哈 沒有關係 我們是 好久陳忘迪 好 其實我覺得 他就是寫一個生活的狀態啦 我覺得也是滿有創意的 那他自己本身就化身了直銷大師 在歌曲中用洗腦的公式呈現直銷話術 Rap OK 現在Rap 全部都在榜上 Rap 當然 那我們唱情歌的怎麼辦 好久陳忘迪 你知道第一名是誰嗎 好 第一名就是兄弟本色的 把最甜的都給你 超多的曲 恭喜 好厲害 沒錯 因為其實大家 非常非常喜歡兄弟本色的作品 所以他們在榜單上 其實也不只這一首歌 但是第一名就是 把最甜的都給你 那大家要注意喔 這首歌有別於他們以往的 就是比較嘻哈的風格 因為這首歌他們帶來滿滿情感的情歌詮釋 重點是連續 連續奪得了兩週的冠軍 然後呢 當然就是這次 我剛剛也講過說 榜單上都是兄弟本色嘛 然後我發現 嘻哈似乎在新歌榜裡面 引爆了一股潮流 但是 怎樣 希望有段新專輯發行之後 可以就是進入新歌榜 要謙虛一點 到時候 如果到時候進榜了 就再交給你了 對啊 所以你再來爆這樣 再發我來是不是 對 大家一直聽到我們說 吹票吹票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關於我在八月五號 一個第一場大行大行喔 真的有點大到我害怕 就是一個售票演唱會 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八月五號 重點 既然是要售票 你們得買票 所以 在五月二十號 是不是一個很棒的數字 沒錯 五二零代表什麼 諧音是什麼 他嘴唇在抖 嘴唇在抖 好緊張喔 天啊 重點是Teddy只看你講耶 沒有 他有咪你一眼 然後再回到我身上 OK 為什麼要說到 我愛你這三個字 因為除了五月二十號 中午十二點 我的票會開賣之外 請趕快去買票 好 我這次的演唱會名稱 就叫做我愛你 當然顧名思義 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就是其實我要講的就是 關於我身上的特質 還有我覺得這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愛 謝謝大家 謝謝